大家好 我们带大家来看108指考多选题21到25题 那这一段的话呢是快速解题不解释 让大家看能不能够一眼看出答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多选题第一题有一点点麻烦 那意思就是说啊 有这个小鼠啊一个正常的DNA片段 应该有这一二三段 那但是呢有一种图变形呢是片段二会不见 那我要用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不见的这一种 这个图变的基因形能够把它找出来呢 所以我们去来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它就让大家看到第一个PCR PCR能够让DNA能够让这个基因放大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丢下去 结果呢发现它根本没有这一段无从放大起 所以到最后再去跑电邮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会知道 它到底这一段是有还是没有 所以A跟C可以搭配的来看 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B的选项 那B的选项呢染色体检验的核心分析 核心分析是用来看染色体的数量对不对 有没有多一根或少一根 那这个的话呢只有几百BP而已少少的 所以核心分析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不选 那C选项的话直接出做定序 那当然可以 你这里少一段定序出来就少一段 所以这个是可以选的 那它这边是要分析突变的基因形 这边跟基因改造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很不搭嘎 不知道是在问什么 那另外的话电邮我们刚刚说了 电邮的话就是可以把不同的片段 拿去这个电气涌动把它分出来 然后呢你缺了这一段 你就跑不出这一段的色带来 所以呢其实是可以被区分出来的 好来我们再往下看 免疫细胞的叙述哪些正确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个血球生成的地方是在骨髓 所以呢不管你是哪一种血球 你都是骨髓里面生成的 所以呢它说T细胞生成至胸腺 那就错了 胸腺没有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在骨髓 所以呢 B选项就对了 B选项讲的是 B细胞生成至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 这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T细胞跟胸腺有关 它是到胸腺去成熟 而B细胞是直接留在骨髓中成熟 不要被骗了 来再往下看呢 这就变成有一点点似乎要背了 这个颗粒球有四中性球 四酸性球 四碱性球 其中酸跟碱 四酸四碱都很少 最多的是四中性球 所以这个选项是要选的 抗原呈现细胞主要是把抗原呈现给辅助性T细胞 不是辅助性T细胞 是抗原呈现细胞 不要搞颠倒了 抗原呈现细胞主要是巨式细胞 还有数图细胞 所以呢 这个选项是错的 那自然消耗细胞没有错 自然消耗细胞也可以进行细胞毒杀作用 来对付被感染的 特别是题目问的 这个癌细胞这类型的 就是主要不是针对病原体 而是针对有问题的自己细胞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该选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看到植物的部分 水分可言细胞壁及细胞间隙 通过根部内皮细胞就错了 因为内皮细胞有卡式带塞住 所以其实是过不去的 前面走细胞壁跟缝隙叫植外体是对的 可是呢 要通过内皮细胞一定要供植体 所以A选项错 来看一下B选项 细胞之间相连的原生直丝 提供水分进入母子部的途径 对没有错 就是一个细胞 经由原生直丝到下一个细胞 再原生直丝到下一个细胞 所以这就是走 大家彼此经由原生直丝的相连 感觉上就叫是共原生直体运输 所以简称为共直体运输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好接下来根压是根压 它并不是强烈的毛细作用 根压是因为根的渗透压 大于土的渗透压 所以把水吸进来 吸进来之后呢 根由外而内有个浓度梯度 所以水就会再继续往内走 往内走之后呢 进到内皮层之内以后 因为浓度梯度 所以不会再往外走 因为卡式带把缝隙塞住 植外体它也不可能再出去 所以一直往上挤 这个才叫做根压 不是强烈的毛细作用 共生性的真菌 当然有助于吸收没有错 那真菌提供的是水 跟溶鱼其中的原类没有错 那头刀报李 植物回报给它的是 这个养分有机物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植物在筋部 木植部 尾管树 这个叫做蒸散瘤 压力瘤形容的是韧皮部 它这个两个给它颠倒 所以这个错的我们不选 再看一下第二次题 植物对环境刺激产生的反应 然后呢 牵牛花它这边讲的是 它会接触到 题目提供的柱子之后 会绕着柱子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 原来是接触面 生长素较少 没有接触面 生长素较多 所以没有接触面 生长素较多 生长素较多 然后长得比较快 就会绕柱子 所以它这边讲 冷击较多减缓 这不对啊 乱写 所以A选项是错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相光性的生长 它不是追踪太阳 相光性是一种 不可逆的生长 而追踪太阳 我们一般来说 是可逆的棚牙改变 所以它这个也是乱写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错的 然后接下来 昆虫停留这种 机械性的刺激 机械性的刺激呢 会让叶枕细胞 内侧失去渗透压 相较之下 外侧的渗透压大 所以呢 就会让这个叶片一压 它就会闭合起来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然后接下来 平放的根 会往下弯 这个叫做向地性 原来是根平放之后 接触地也就是下面的话 生长数会比较多 那生长数多 反而对根来说会抑制 所以下面生长数多 抑制长得慢 上面生长数少 没有被抑制长得快 所以就会往下弯 因为这个选项是对的 然后另外的话 睡眠是因为有太阳 白天的时候就停起来 没有太阳就弯下去 那如果会因日照方向而启动 这个就像是追日运动了 睡眠运动只是 白天晚上有光没光 停起来垂下去而已 所以没有明显的依据 日照的方向而启动 所以这个选项我们也不选 好来看最后一题 因为一次看五题 所以是最后一题 那激素跟消化液 也就是说有些消化液的分泌 会受到一些激素的影响 那这一题观念要很清楚 因为它把一大堆乱写在一起 我们看一下A选项 口腔食物进来吃鸡以后 唾腺直接就分泌唾液了 唾液的分泌跟激素无关 增减都靠反射 是靠神经A选项化掉 再看一下B选项 我们这来看的话 多态类量高的食物进入胃庄 会促使胃幽门 分泌胃秘素 对 然后呢 经过血液循环之后 再到胃会刺激胃腺 分泌胃移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看一下这边 12指肠的酸性食谜 会刺激胰脏分泌移秘素 错 胰脏不会分泌移秘素 胰脏是分泌移秘 移秘素是12指肠的细胞分泌的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乱血 然后再看一下 食谜中的脂质和多态 会刺激胆囊收缩素的分泌 所以从这来看的话呢 对没有错 你也可以说 脂质跟多态不好分泌 不好分解 特别是脂质 所以让胆囊收缩素收缩 让胆汁出来 能够帮忙乳化脂肪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那胆囊收缩素呢 可不可以刺激肝脏分泌胆汁 不行 胆囊收缩素是刺激胆囊收缩 移秘素才能够刺激 这个肝脏分泌胆汁 所以我们答案呢 只选了B跟D 好 所以呢 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快速解题不解释 我们就很快的带大家 看过这个多选的5题 那希望这么快的讲 对大家有帮助 那如果觉得 这个我讲的不清不楚的话 有另外一个比较完整的版 那就大家就好耐心听了 因为那边会 慢慢的讲解兼复习 希望这样对大家有帮助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